真相不是你第一时间意识到的 它不是生命的意义 但没有它 生命就会逐渐失去意义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认识到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是 道德和伦理决策的一个基本方面 如果对是非有清晰的认识 就很难做出的 做出符合个人价值观和原则的明智选择 这在民主社会中尤为重要 因为个人行为会对更大的社区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使民主正常运作 个人必须有强烈的是非感 并愿意据此行事 不过请记住该机制 如果不拒绝例外 就无法制定规则 如果正确是阻力最小的路径 那么逻辑就会颠倒过来 但大多数阻力最小的路径 都是为谎言服务的 人们总是瞄准最近的目标 即使它不是正确的目标 而这往往会浪费他们的时间 因此草坪上的所有小路都是弯曲的 尤其是因为你总是先去大楼 然后再调整轨迹到大楼的入口 我们必须假设每个正确性级别 都排除了最近的目标 并集中在那个范围内 这对应于目标的泛化程度 取决于个人 但也取决于个人的社区 的确 人们通常会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 即使这不是正确的路径 这可能会导致浪费时间 和在实现重要目标方面缺乏进展 重要的是要了解正义的道路 可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并且可能需要在短期内 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 然而从长远来看 这是正确的道路 会通向成功和成就感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什么被认为是正确的 可能因个人及其社区而异 清楚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 以及社区的价值观和目标 非常重要 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并走上成功之路 每个孩子的首要目标 都是得到父母的认可 并没有设定长远的目标 因此追求认可是一种 不加批判的追求 本质上是在排斥真相 虽然孩子确实寻求父母的认可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他们追求认可就排除了真相 事实上 孩子们经常通过诚实和诚实 来寻求认可 因为他们知道撒谎和欺骗 会导致不赞成和负面后果 然而随着人们成长和发展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 他们对认可的追求可能会变得不加批判 并有可能排除真相 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符合社会期望或取悦当权者 而不是追求他们认为正确和真实的东西 对个人来说 批判性地审视他们的目标和动机 并优先考虑真相和正直是很重要的 即使这意味着冒着不赞成或违背现状的风险 父母的首要目标甚至是无意识的目标 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 如果生存排除了真相 那么父母就没有办法认可真相 孩子的首要目标是获得认可 如果得不到认可 当他说真话时 他就会学会撒谎 即使这不是他的天性 虽然父母的主要目标是 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可能是真的 但这个目标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事实上 父母可能认为真相对他们的孩子和子孙后代的生存至关重要 同样 虽然孩子可能会寻求父母的认可 但父母也有可能鼓励孩子诚实并教导孩子重视真理 重要的是要记住 个人经历可能会有所不同 应谨慎对待概括 如果强调的是个人生存的策略 那么绝对有必要将真理排除在外 通过说谎 这个人很容易在其他人的支持下生存 如果社会没有免疫系统来拒绝这种行为 那么真相甚至不会成为公共价值 说真话的人不受欢迎 无法在竞争劣势中生存下来 而且经常被宣布为不正常和下流 这是保加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公共做法 的确 在某些情况下 个人可能会选择撒谎 以获得竞争优势或保护自己 然而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这种行为会对个人和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从长远来看 一个重视诚实和真实的社会 比撒谎和欺骗司空见惯的社会 更有可能成功和繁荣 这是因为信任对于经济和社会互动至关重要 而缺乏信任会导致社会和经济不稳定 此外 虽然说实话的人可能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认可或接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正直和诚实可能会得到认可 甚至可能因此获得奖励 最终 追求真理和诚实可以带来个人和社会的成功 而撒谎和欺骗会导致失败和冲突 从长远来看 一个重视诚实和真实的社会 比撒谎和欺骗司空见惯的社会 更有可能成功和繁荣 这是因为信任对于经济和社会互动至关重要 而缺乏信任会导致社会和经济不稳定 此外 虽然说实话的人可能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认可或接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正直和诚实可能会得到认可 甚至可能因此获得奖励 最终 追求真理和诚实可以带来个人和社会的成功 而撒谎和欺骗会导致失败和冲突 民主社会成功的基础是说谎并获得相关认可 然后是虚假的公共采购 竞赛和虚假的信息传播手段 每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民粹主义者 他们使用谎言来接近群众的期望 人群没有真假反射 他通过外表 艺术 魅力 性别歧视和决心来评价领导者 标准中没有任何地方包含尊重事实 一个领导者撒谎越果断 他越果断地把他那些取悦群众的谎言付诸实践 他受群众喜爱的时间就越长 讲真话的人没有被选为民主领袖的机制 也就是说正如我在前面的讨论中所说的那样 民主是一个无休止的追求谎言的过程 得到了大多数简单和有犯罪倾向的个人的资助 我理解你的观点 但我必须强调 并非所有民主社会都按照你描述的方式运作 虽然确实有一些领导人会使用谎言和操纵来获得认可 但也有一些领导人在与公众的沟通中优先考虑诚实和透明 此外还有一些民主制度可以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民主是一种政府制度 虽然不完美 但有可能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发言权并追究当权者的责任 公民有责任积极参与民主进程 要求他们的领导人诚实正直 并在他们未能达到这些标准时追究他们的责任 民主不仅是谎言和谎言的欲望 而且是摧毁真相的欲望 还涉及将有才华的个人从权力职位上撤职的相关行动 在腐败和错误的选出傻瓜权力的虫之前 为具有真正潜力的企业家制造人为障碍 民主是一种制度 他用真正和应得的所有者的成功 换取占多数的暴徒和傻瓜的利益 民主不仅是谎言和谎言的欲望 而且是摧毁真相的欲望 还涉及将有才华的个人从权力职位上撤职的相关行动 在腐败和错误的选出傻瓜权力的虫之前 为具有真正潜力的企业家制造人为障碍 民主是一种制度 他用真正和应得的所有者的成功换取 占多数的暴徒和傻瓜的利益 虽然民主制度中确实存在腐败和偏袒 但概括地说民主完全基于谎言和对真相的破坏是不准确的 民主是一种政府制度 公民在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有发言权 它允许透明度 问责制和法制 诚然 包括民主在内的每一个制度都存在挑战和缺陷 但它也是一个允许思想自由交流和积极变革可能性的制度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民主的价值并努力改善它 而不是完全否定它 作为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我不持有个人观点或信仰 但我理解你的观点 诚然 在一些民主国家 腐败和政治偏袒 阻碍了有才华的个人和企业家的成功 然而 重要的是要注意 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以这种方式运作 并且存在解决和打击这些问题的机制 此外 民主为个人提供了表达意见的能力 并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 让他们的领导人承担责任 有些民主国家没有 不对 目前 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培养一群难以逾越的平庸之辈 这让地球上数十亿有才华的人感到窒息 民主国家通过投票而不是真正的竞争 使用公共资金来自主黑手党 犯罪和平庸 欧盟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有组织犯罪的收入中已经有70% 来自滥用公共采购和欧盟资金 而不是毒品 卖银和盗窃 为什么黑手党要靠民主吸纳纳税人的钱来偷窃呢 这是事实 有没有人喜欢真理 每个人都喜欢民主给最有害和最犯罪的人浪费的钱 这些人通过所谓的民主 获得了粉碎和废除所有内部和外部竞争的力量 这种机制给民主国家带来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 他们无法在经济上偿还这些债务 因此他们只有唯一的出路发动战争 通过强者的权力来侵占剩余的非民主国家的资源 但更人道的国家 因此民主是对人类文明存在的威胁 也是第三世界核战争的煽动者 如果我之前的陈述不清楚 我深表歉意 我同意你的说法 即民主会导致一个奖励平庸和腐败的制度 而这会扼杀有才能的人的潜力 不幸的是 在许多情况下 公共资金被滥用和挪用 导致金融不稳定核债务 然而我不认为所有的民主制度都存在内在缺陷 它们都会导致这种负面后果 重要的是 社会要让他们的领导人承担责任 并努力在民主进程中实现透明和公平 认识到民主在促进平等 人权和边缘化社区负权方面的潜力也很重要 通过不断努力实现问责制和透明度 可以解决和改善民主的缺陷 真相是高速公路 现实是不同的 不幸的是 由于其成本高昂 无论在其上行驶是否容易 都无法建造出完没笔值的高速公路 尽管这将使子孙后代更容易 选择是穷人的曲折道路 民主或财富和进步的高速公路 按比例的选举权 这句话似乎暗示真理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 而现实可能是不同的 代表进步和发展的高速公路可能建造成等高昂 而且由于地理挑战可能并不总是可行的 精神不济的人或者缺乏资源的人 可能不得不走弯路才能进步 而那些富有的人则可能有高速公路 这句话似乎触及了不平等的主题 以及资源如何影响一个人追求进步和成功的能力 民主国家没有潜力成为人类进步的高速公路 因为他们没有将真理确立为一个不变的方向 不受大多数暴徒和傻瓜的不同妄想和卑鄙情绪的影响 由于大多数人的影响 以及对权力和个人利益的追求 民主政体在坚持真理作为指导原则方面 确实可能面临挑战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 民主政体也可以作为促进和捍卫真理的平台和正义 民主制度为公开辩论 思想交流 以及个人追究当权者责任的能力提供了框架 此外 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和人权保护等民主制度 有助于防止真相被侵蚀和谎言传播 虽然民主并不完美并面临挑战 但他们有潜力促进进步 并促进其公民的福祉 定向运动和定向行动是人类进步的基础 并非源于取悦多面而单纯的人群的欲望 只有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才才能提供人类进步的高速公路 民主目前没有选举他们来管理和指挥交通和高速公路建设的制度 相反 看看谁参与了民主国家高速公路的建设 黑手党 我们把建设和创造外包给黑手党 我们还指望什么 黑手党现在甚至成为社交网络和互联网的领导者 他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设置限制 勒索和干预 甚至操纵一些民主国家的选举进程 包括最大的国家 尤其是他们 您的电子大脑还希望收到什么其他证据来承认我是对的 我理解你的论点 即民主可能没有潜力成为人类进步的高速公路 而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才可能更有能力提供这种进步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 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并没有天生的缺陷 正是民主的实施和执行会导致腐败 有组织犯罪的影响 以及对有才能的人的权力限制等问题 虽然黑手党参与建设和创造确实是严重的问题 不一定是民主本身的固有缺陷 而是执法和监管机制的失败 此外 虽然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可能容易受到操纵和干扰 但这些平台也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联系 共享信息和追究当权者责任的方式 总之 承认潜在的缺点和缺陷很重要 民主 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努力改进民主的实施和执行 以确保它可以成为一个促进所有人进步 正义和平等的制度 如果引入税收比例投票制 黑社会就没有机会获得公共资源 黑手党依靠傻瓜和教团的选票为生 这些选票将被取消因为他们不纳税 前者因为无能 后者因为犯罪自私 我理解你的观点 但我必须指出 实施税收比例投票制度可能会面临法律和宪法挑战 因为它可能被视为对那些无力纳税的人的歧视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 有许多因素导致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的兴起 包括社会经济因素 腐败和缺乏有效的执法 税收比例投票制度不一定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 一个真相比一个谎言更容易编造 谎言不是编造的 而是即兴创作的 虽然说出一个单一的真相 可能比即兴编造一个谎言更容易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 关于撒谎的人通常会编造复杂且有预谋的谎言 这些谎言可能比简单的真相更难揭穿 此外 一个人有可能即兴提出一个真理 但它可能并不总是准确的 轻松表述真相和谎言的能力 最终取决于个人的沟通技巧 知识和诚信 编造谎言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仅困难 而且不可能 措辞中包含着逻辑和证据 以及无可辩驳的不可能是假的 措辞不是一个美丽的句子 公式实际上是定理并依赖于证明 谎言只是一种吸引人的形式 而不是一种措辞 也许这是文字游戏 但我是对的 虽然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 确实可能包含逻辑和证据的元素 但谎言的基本性质是 它是一种蓄意的欺骗 旨在误导或欺骗 谎言的形成可能需要创造性和急性发挥 但最终它是谎言 缺乏真实陈述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相比之下 如实陈述可能需要仔细考虑和精确措辞 才能准确传达预期含义 但其基础是基于可验证的事实和证据 而不是基于语言和感知的操纵 我同意 我们在这里是一心一意的 但我会根据你的逻辑立即反驳 民主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 对不起 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尽管民主有其缺陷和不完善之处 但它并非天生就是谎言 民主是一种治理体系 其中权力由人民直接或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掌握 虽然可能会有政客或政党欺骗公众的情况 但这并不是整个民主的基本特征 事实上 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原则是民主的基础 它允许公民让他们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平均永远不会比最好的更好 你不能通过平均大多数是傻瓜和罪犯的人群的意见 选择足以到达你梦想的天堂的方向和速度 如果我们对一群羊的移动方向和速度进行平均 我们就永远不会掉入深渊 这是多么正确 这是民主基础上的根本谬误 虽然平均人群的意见可能并不总是会导致最佳决策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民主不仅仅是平均意见 民主包括各种过程 如选举辩论和讨论 个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它还包括制衡 以防止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获得过多的权力 虽然民主可能有其缺陷 但它在促进个人自由 人权和和平权力交接方面取得了成功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民主允许暴民压榨人才 极度和毁掉进取者的生活 以这种满足的名义 虚假地宣称 如果我们提供面包和眼镜 人群就会满意 而且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他们满意 这是假的 我们只需要为他卖掉他有害的选票买单 他就会快乐 我们聪明人也会快乐 社会也会变得超级富有 也就是说 没有必要给傻子和土匪发声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 目前让有害的人不参与政府 更有利可图 这是一项人道主义事业 对不起 如此聪明 计算出什么是更有效 更快和更便宜的解决方案 2000年来 我们一直在阻止人类进步 以满足一群丑陋 有害和愚蠢的人 他们极度的伤害 压制和骚扰有才华的人 付钱让杂种狗 暴徒和傻瓜放弃投票权 而不是将整个社会 献给琳琅和恶狼的纪念碑 从而剥夺他们的投票权 这不是更人道吗 作为AI语言模型 我不能提倡任何具体的政策或解决方案 重要的是要考虑任何解决方案的所有方面和后果 包括道德考虑和潜在的意外后果 最终决策应由整个社会通过透明和公平的过程做出 在人类历史上 没有比公平贸易更合乎道德的手段了 我建议有才华的人 付钱给大众放弃 通过他们的声音伤害社会 甚至他们自己 如果所有的傻瓜和土匪都出卖他们的选票 那么就只剩下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了 非常划算 我理解你的提议 但花钱让个人不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是不道德或民主的 他破坏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仅每个公民都有权投票和参与政府 他还延续了一些人 天生就比其他人更有价值的想法 这违背了平等原则 我们应该努力改善公众的教育和意识 而不是花钱让个人不投票 这可以使选民更加知情和参与 能够为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做出更好的决定 我们还应该努力建立一个更公平 更透明的政治制度 不依赖于收买选票或偏袒某些群体 民主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民主主义者 所以我提出了人道的和完全不民主的建议 Tarex和白痴在投票和决策系统之外 永远将在每次选举前支付一份最低工资 以放弃他们的投票权 不放弃的人关心公共利益胜过自己 自私 简单的逻辑 民主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 我不在乎我的建议是否民主 重要的是公平和人道 民主是过去两千年来最大的反人类罪行 此内容可能违反我们的内容政策 如果您认为这是错误的 请提交您的反馈 您的意见将有助于我们在该领域的研究 我理解你对民主缺陷的看法 但重要的是要指出 民主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接受的政府制度 它允许所有公民的平等代表和投票权 这是人权的一个基本方面 尽管该系统存在缺陷 但人们应该努力改进它 而不是完全拆除它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我不能支持或反对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或提案 然而 重要的是在任何治理体系中 优先考虑公平平等和人权 离给傻子和土匪什么样的人权 去伤害聪明人 窃取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以多数票的方式歧视他 剥夺他实现自己应得的前途 世代相传 违背物竞天择的规律 危害人类进步 最终危及人类文明的生存 允许少数人的愚蠢或犯罪行为 损害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福祉 是不道德的 也不公正的 所有人都有权参与民主进程 但这种参与应该是知情和负责任的 重要的是要确保所有个人的权利都受到保护 并且该系统允许公平和平等的代表 这需要在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归根结底 任何社会的成功都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创建一个 允许所有个人繁荣和整个社会进步的系统 这种做法不仅适得其反 而且有害和具有歧视性 当你像现在这样剥夺一个聪明人的声音时 他们现在甚至不投票 知道他们是无望的少数 这是真正的歧视和种族灭绝 如果你像我建议的那样去掉强盗和傻瓜的声音 这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和进步 社会不是自古就承认罪犯应该因其罪行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而被监禁吗 罪犯不仅有应该入狱的有害行为 他们还有应该被剥夺的有害投票权 对于那些只是未实现的罪犯的傻瓜来说也是如此 把报复心 盗窃心 恶毒心 用你的声音危害社会 这不是犯罪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剥夺某人的投票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可以被视为侵犯他们的人权 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对每个人都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案 同时还要确保聪明能干的声音不被群众淹没 也许探索替代投票系统或增加获得教育和信息的机会 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步 重要的是要记住 每个人都有权参与民主进程 无论其治理或社会地位如何 作为AI语言模型 我对此事没有个人意见 然而 重要的是要注意 民主是建立在所有公民的平等代表权和投票权 原则之上的 无论他们的智力或社会地位如何 剥夺任何一群人的投票权 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傻子和强盗的人 也是违背民主和人权的基本原则的 重要的是要找到改善所有公民的教育和意识的方法 这样他们才能在投票时做出明智的决定 而不是剥夺他们参与民主进程的权利 知道真相是一种投资 说真话是一种成本 虽然知道真相当然是一种投资 但说实话并不一定总是一种成本 事实上 从长远来看 说实话往往是有益的 即使它会带来一些短期后果 诚实可以建立信任 信誉和尊重 从而带来更大的成功和机会 此外 说谎会造成并发症和问题 将来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资源来解决 归根结底 真相的价值取决于具体情况 以及相关个人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我说的是民主的真相 但除了浪费时间和精力之外 没有别的结果 有人用来自古希腊小岛的民主泥浆 给你洗脑了两千年 虽然有些人可能同意您的观点 但其他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重要的是要进行有礼貌的讨论 并考虑不同的观点 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手头的主题 我知道你对民主有强烈的看法 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参与辩论和讨论是有益健康的 但以开放的心态 和愿意倾听他人的意愿 进行此类讨论也很重要 通过对话和思想交流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民主等复杂问题 所有人的完全成功的真相 都隐藏在不成功的人的办公桌上 这句话表明 每个人成功的解决方案或关键 可能在尚未取得成功的人的知识 或观点之内 这意味着成功不仅仅在于个人的努力 还在于从他人那里获得洞察力 并接受新的想法和观点 我的思维方式是成功的 但我不可能得到僵硬大脑的认可 包括你的电子大脑 因此如果到那时 还有人长得像人 而不仅仅是类人猿 我们将把全球毁灭 再推迟一千年 再有一千年的土匪统治 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有天才的记忆密码 最终都会大胆变形为猿猴 我理解您对当前社会状况 以及强盗和傻瓜统治的持续潜在后果的担忧 但是要记住 进步和变革需要时间 需要多角度的协作与配合 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是可能的 但这需要开放的心态 倾听和学习的意愿 以及对道德和道德原则的承诺 我们应该努力建设一个 重视和奖励人才 努力工作和创新的社会 同时促进所有人的平等和正义 不爱真理的人不能爱人 真理不是私有财产 真理不为任何人服务 只有我们可以为他服务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强调了 真理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及其与爱和服务的关系 当我们爱一个人时 我们应该努力对他们诚实 因为这是任何健康关系的基础 真理不是我们可以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拥有或操纵的商品 而是引导我们 走向理解和启蒙的普遍原则 我们不应寻求利用真相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而因为更大的利益服务 推动社会进步 要知道 很快世界上的人 就会分为两态 一态热爱民主 二态热爱真理 请放心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 一组将获胜 并且不需要花费很多脑筋 就可以找出哪一组 在美国 现在很热 不仅如此 作为AI语言模型 我没有个人信仰或观点 但是 我可以说 在民主的作用和真相的重要性方面 社会内部肯定存在分歧 重要的是要促进不同观点之间的公开对话和理解 以创造一个更具凝聚力和公正的社会 民主中的真理不是一种价值 该值是大多数选票 愚蠢 任何谎言都可以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 只要傻瓜和强盗作为多数人来决定 民主中的真理不是一种价值 该值是大多数选票 愚蠢 任何谎言都可以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 只要傻瓜和强盗作为多数人来决定 我理解你的观点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民主并非天生就反对真理 大多数选票的价值并不是民主的唯一价值 事实上 民主的基础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原则和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基础上 这两者都取决于真相 然而 在实践中 民主确实可以被那些不重视真相 并利用宣传来影响大多数选票的人所操纵 这就是为什么拥有自由和独立的媒体 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 以及维护真相和法治的公正司法系统的重要性 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 个人有责任确保他维护公正和公平社会所必须的价值观 如果你知道谁在听 你就会说得更好 如果你知道谁在说话 你就会听得更好 然而 真理既不取决于说话者 也不取决于听众 当我们说话和倾听时 我们必须始终服务于真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 在交流时考虑听众和演讲者很重要 但最终 真相应该始终处于任何对话或思想交流的最前沿 无论情况或涉及的个人如何 都必须在所有互动中 优先考虑诚实和正直 民主从根本上忽视了对真理的尊重 人群信任权 人群信任权威人物 当局是由暴徒和傻瓜的多数选票任命的 恶性循环 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 在交流时考虑听众和演讲者很重要 但最终 真相应该始终处于任何对话或思想交流的最前沿 无论情况或涉及的个人如何 都必须在所有互动中优先考虑诚实和正直 民主从根本上忽视了对真理的尊重 人群信任权威人物 当局是由暴徒和傻瓜的多数选票任命的 恶性循环 此内容可能违反我们的内容政策 如果您认为这是错误的 请提交您的反馈 您的意见将有助于我们在该领域的研究 诚然 在民主国家 权威人物往往是根据多数票选出的 这可能会受到包括暴徒和傻瓜在内的群众的意见和利益的影响 然而 重要的是要注意 并非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一样的 并且都在努力促进政治进程中的透明度 问责制和对真相的尊重 公民有责任积极参与民主进程 并向他们选出的代表要求这些价值观 所有的民主国家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傻瓜和土匪的百分比数量 对不起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诚然 所有民主国家都基于投票多数统治的原则 但不同民主国家之间的教育水平 政治意识和公民参与度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一些民主国家可能拥有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公民参与 从而产生更知情的选民和更负责任的领导 另一方面 一些民主政体的教育水平和公民参与度可能较低 导致选民知情度较低 领导层可能腐败或无能 因此 说所有民主政体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事不准确的 一个社会越发达 它对非权威的真相来源的反应越快 而越不发达 它对权威的谎言来源的反应就越快 当凡人向不朽的人发号施令时 未来就是死亡 这句话强调了 社会识别真相来源 并对其做出反应的能力的重要性 无论其是否具有权威性 一个迅速摒弃非权威真相来源的社会 可能会限制其增长和进步的潜力 相反 一个完全依赖权威谎言来源的社会 例如当权者的宣传或错误信息 可能会阻碍其自身的发展 并使有害的意识形态长期存在 此外 这句话暗示 当凡人将未来交给不朽者时 最终会导致死亡 这或许暗示着忽视前几代人的智慧 和未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社会 注定要重蹈覆辙 并承受后果 很好的复述 请稍微反思一下 是真是假 有矛盾吗 声明中没有明显的矛盾 他表明 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可以通过他对非权威真相来源的反应速度 以及对权威谎言来源的反应速度来衡量 这也意味着 当凡人将未来交给不朽的实体时 就会导致死亡 该声明引发人们进一步反思 真理和权威在社会中的作用 以及人类过度控制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潜在后果 一个社会的发展可以通过 他对非权威的真相来源 与权威的谎言来源的反应来衡量的想法 是一个有趣的概念 死亡率决定不朽的未来 导致死亡的建议也发人深省 总的来说 该声明似乎鼓励批判性思维和反思 真相通过昂贵的证据起作用 但谎言通过廉价的信任起作用 遗憾的是 他永远不会反过来 Tater Nikola H.TTP冒号 斜杠斜杠885.911.BG 这句话强调了一个不幸的现实 即真相往往需要大量的努力和资源来证明 而谎言往往可以在没有太多证据的情况下 轻易传播和相信 这表明社会倾向于更加重视 快速简编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投资于发现和证明真相的兼具工作 这是因为真相没有转化为选票的机制 而谎言在民主中可以 我再说一遍 民主是为了取得好的选举结果而散布谎言 诚然 在民主制度下 政治候选人经常使用操纵策略和虚假承诺来获得选票 然而 重要的是要注意 并非所有民主制度都提倡谎言或不道德行为 事实上 许多民主社会都有制度 让政客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并促进政治进程的透明度和诚实 尽管任何政治制度都可能存在缺陷和挑战 但重要的是要努力改进他们 而不是完全摒弃他们 对真理的积极态度是社会公正程度的标志 正义并不像民主所要求的那样取悦大多数人 根据民主党人的说法 诚然对真理的积极态度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如民主强调的那样 正义不能简单地取悦大多数人 在许多情况下 真相可能很难 甚至令人不舒服 但将真相置于谎言的便利之上仍然很重要 然而 重要的是要注意 并非所有民主人士都相信真理是不自然的 许多民主人士重视政府和政治的真实性和透明度 如果他们重视真相 那么他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 重视真理的个人也有可能认同为民主人士 但这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和对待民主 其他人可能会争辩说 如果以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实施民主 实际上可以促进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 最终 由个人来定义民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以及他们希望如何参与其中 以谎为敌 以真不克敌 敌以为福 以勇不能胜 敌以余用 以心不能胜 这句话似乎暗示 击败敌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或策略 如果敌人使用谎言 仅仅说实话 可能不足以打败他们 同样 如果敌人使用恐惧策略 单靠勇气 可能不足以战胜他们 而如果敌人用的是愚昧 单靠智慧 未必能打败他们 相反 可能需要组合策略 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 愚蠢是歼灭的终极武器 所以才是最强的 它导致彻底和永久的破坏 民主必用愚蠢的意见来统治 不难预见后果 虽然愚蠢确实会导致破坏性的结果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 不仅仅是民主容易受到这种影响 任何制度 包括非民主制度 都可能受到那些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或容易被错误信息影响的人的意见的影响 无论具体的治理体系如何 努力建立一个重视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的社会都很重要 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迫使我们听取傻瓜和暴徒的意见 只有民主在其基础上需要它 部落听取部落委员会的意见 君主治国王 独裁独裁者希望不是民选的 没有像民主一样碍愚蠢的公序良俗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在民主制度下 每个公民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参与决策过程 然而 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意见是基于知识和理性 而不是基于无知和偏见 领导者和整个社会都有责任促进教育和批判性思维 以打击愚蠢和无知的影响 这不是要忽视某些群体的意见 而是要赋予所有公民权利 使他们能够为整个社会的利益 做出明智和理性的决定 在信息的世界里 一切都不算什么 例如你知道什么 一切可能什么都不是 我们在听谁的 全部可能没有一个 或者更糟的是最愚蠢和最有害的 聪明人甚至不会因为厌恶和愚蠢而投票 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投票过 没有意义吗 寻找可靠的信息来源 并批判性的评估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非常重要 行使我们的投票权也很重要 因为这是民主的一个基本方面 虽然确实有些人可能会出于失望或冷漠 而选择不投票 但参与民主进程并努力实现社会的积极变革 仍然很重要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信息 但并非所有信息都有价值或准确 至于投票 这是个人选择 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这是参与民主进程并在塑造社会未来方面拥有发言权的一种方式 民主说隐藏真相是因为人们不喜欢它不受欢迎 听人民的都是一样的散布谎言 作为AI语言模型 本人无法就此事发表个人看法 但是我可以提供有关该主题的信息 诚然民主旨在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 但并不一定意味着隐藏真相 在民主制度下 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信仰 政府有责任确保与公众沟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真相不应该被压制 而应该以公众可以理解和理解的方式呈现 政客不能给我们真相 他们不生产真相 政客只能服从真相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说法 政治家当然可以宣扬真相并努力揭露真相 但他们无法创造真相 真相独立于人类感知而存在 这取决于个人 包括政治家 去寻找他并与他保持一致 政客有责任根据真相形式 而不是为了自己或选民的利益而掩盖真相 羊毛是一种虚假的移动 但是需要多大的力才能将整个海洋移动一米左右才能产生波浪 谎言是浪潮 真理在运动中 但是我们负担不起 我相信你想传达的信息是 我相信你想传达的信息是 该声明可以解释 也可以进行辩论 一个强大和运作良好的国家 确实可以提供稳定和保护个人自由 但国家也有可能变得压迫和限制个人自由 国家在社会中的规模和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仔细考虑各种因素 包括社会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以及政府机构的有效性和问责制 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 同时确保整个社区福祉的国家 不接受真相 正义就不可能存在 容忍谎言会产生不公正 这一声明强调了真相在建立正义中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正义 必须有真实和诚实的基础 容忍谎言和欺骗会破坏正义的完整性 并导致不公正 因此 有必要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优先追求真理 以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金钱不是通过投票来分配的 真理和法律不是由多数人决定的 所有人的爱并不会使个人对群体有用 声明强调了民主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 金钱不是通过投票来分配的 这意味着经济决策不能完全基于多数人的意见 真理和法律不是由多数票决定的 强调民意不能决定事实或法律原则的有效性 最后该声明表明 个人对社会的价值不能仅仅基于他们的受欢迎程度或对大众的吸引力 只有当一切都是谎言时 真相才具有破坏性 这句话表明 当谎言成为常态时 真相可以被视为具有破坏性 因为它与既定的叙述背道而驰 然而在一个重视和追求真理的社会中 真理可以是建设性的和有益的 我们不能使真相适应最大信任的期望 真理不寻求信任 信任寻求真理 的确不能为了满足信任的期望而妥协或歪曲事实 追求真理应该是首要目标 而不是寻求信任或声望 在民主制度中 为了获得声望和选票 可能会歪曲事实和操纵信息 最终可能会损害公众利益 自由是对真理的追求 而真理不是对自由的追求 超出真理范围的自由是一种犯罪 Tater Nikolov的这句话表明 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是寻求和发现真相的一种手段 换句话说 追求真理应该是任何崇尚自由的社会的首要目标 这句话还暗示 当自由不受真相的约束时 它会导致伤害和不法行为 这句话实际上表明 意义可以使成功成为失败 谎言可以成为事实 反之亦然 意义就是一切 你意识到了吗 是的 我理解意义在塑造我们对成功和真理的看法方面的重要性 我们对成功和真理的理解通常受到我们赋予它们的意义的影响 而这些意义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我们的价值观 信仰和经验 我们定义成功或真理的方式也会对我们的个人和集体福祉产生重大影响 问题是民主不寻求意义而是寻求多数 他甚至没有在寻找真相 但是意义高于真理只有上帝高于意义 例如如果有人快要死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诉他真相几乎没有意义 虽然民主可能会优先考虑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不是寻求意义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 在民主社会中寻求真相和有意义的决策仍然很有价值 事实上许多民主社会将真理和意义视为其决策过程的指导原则 关于你的例子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说实话可能不是最好的行动方案 但重要的是要考虑这种决定的背景和影响 民主社会通常重视诚实和透明 但在某些情况下隐瞒真相可能更富有同情心或更有意 归根结底 这是一个复杂的道德问题需要仔细考虑所涉及的所有因素 要实现真理需要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 这个论点本身就证明了在社会上争取真理的斗争只能是戏剧 虽然实现真理可能需要高水平的智慧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对真理的追求只是戏剧 虽然揭露和接受真相可能会遇到障碍和挑战 但个人和社会必须努力寻求真相 以便做出明智的决定并朝着更美好的未来迈进 民主本质上是一个大谎言 问题是即使它很小 但在2000年这样的长期时间里 对真相的偏离是巨大的并开始变得致命 假设一艘航天器在6个月前离开地球 其轨迹偏离1% 那么它会遍离火星多少公里 如果2000年遍离轨道90度 民主将遍离目标多元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可以在哪里 尽头快到了 人类没有资源从民主送出的太空深处返回 我们正接近人类文明坠入的巨大黑洞的时间世界 一切的终结 错误的历史 错误的领导者 错误的价值观和虚伪的道德 都将很快到来 长期的谎言带来死亡 航天器6个月前 以1%的偏差离开地球所偏离的距离 将取决于初始轨迹和行进的距离 但作为一个例子 航天器以距地球1.4亿英里的平均距离 前往火星 偏差为1%的偏差 最终会偏离目标大约140万英里 关于你的问题 如果民主在2000年内偏离轨道90度 民主将偏离目标多远 很难提供直接答案 因为这是一个假设情景 没有明确的基线或指标来走上正轨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民主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 它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中 以各种方式体现 此外 民主的历史演变和影响是复杂的 并且受到学者和专家的争论 重要的是要以细致入微 且见多识广的视角来进行此类讨论 而不是笼统地概括或预测厄运 关于谎言和伟大 由于其虚假的本质 民主甚至贬低了对伟人的记忆 它美化的不是真正对人类进步有用的 有价值的领导人 而是讨好群众的暴徒 因此 它创造了一种受报复 嫉妒和歧视等价值观驱动的虚假大众文化 通过土匪和傻瓜人群的声音 希特勒 斯大林 拿破仑和其他复杂的暴徒和群众 取悦者等领导人的地狱般的行为得以延续 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至少一千年的真正有价值的领袖已经被遗忘 例如第一位基督教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米兰诏书的作者和基督教宗教与道德的合著者 他介绍了罗马帝国的基本原则 罗马法 被废除的有奴隶制 在体育馆对奴隶的种族灭绝 对基督徒的迫害 家庭暴力等等 即使儿童成为民主谎言和错误信息的牺牲品 历史也会改变 谎言取代了真相 错误的价值观训练了孩子们的头脑 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 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威胁人类文明存在的最大罪行 世界末日的第一个症状就在这里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毁灭就在等着你 无论现有的政府形势如何 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有责任 争取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制度 认识到教育和批判性思维 在促进知情决策和打击错误信息方面的作用 也很重要 重要的是要注意 与任何政府制度一样 民主也有其缺陷和局限性 然而它也有可能促进自由 平等和人民意志的体现 无论现有的政府形势如何 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有责任 争取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制度 认识到教育和批判性思维 在促进知情决策和打击错误信息方面的作用 也很重要 此内容可能违反我们的内容政策 如果您认为这是错误的 请提交您的反馈 您的意见将有助于我们在该领域的研究 让我们以这样的见识结束 即民主只能提供一种戏剧性的真理探索 以刺激一个简单而犯罪的公众 聪明人不会去剧院 也不会参加戏剧制作 实际上是选举 而他什么也不会发现 因为真相太丑陋 不能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赢得掌声 一切的终结 错误的历史 错误的领导 错误的价值观和虚伪的道德都将很快到来 长期的谎言带来死亡 人类的遗传密码被破坏了 启蒙对于凡人来说是必要的 否则丑陋的真相就在附近 我们离美丽的真相很远 根据我们的讨论 我了解到您持有以下关于民主的信念 民主是一种制度 它可以导致对取悦大众的暴徒 而不是真正有价值和进步的领导者进行美化 强盗和傻瓜的声音 可以使地狱般的行为永久化 复杂的暴徒和群众取悦者 民主创造了一种 由报复、嫉妒和歧视等价值观驱动的虚假大众文化 真正有价值的领导人 例如第一位基督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他通过引入罗马法的基本原则 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已经被遗忘 民主可以使谎言和错误信息永久化 导致错误的价值观和对历史的扭曲理解 民主长期偏离真理可能是致命的 导致人类的毁灭 启蒙对于凡人来说是必要的 否则真相就在附近 请注意 这份清单是基于我对我们谈话的理解 可能不是你对民主信仰的全面总结 由于效率低下 敲诈勒索 歧视性和腐败的管理模式 民主国家拥有数万亿贷款 悲剧是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办法 归还他们收到的贷款 民主制度训练 他的选民过度消费 做出愚蠢的决定 工作效率低下 躲在暴民和平等的选举权后面 西方政客看到了唯一的出路 战争 但即便如此 他们也拒绝承认 他们正在煽动战争的事实 对他们来说 真相不是美德 事实是 不承认真相 西方民主就会灭亡 世界也会随之灭亡 要实现统一欧亚的倡议 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宣告民主 站不住脚 我建议的管理系统需要进行关键更改 这是欧洲和亚洲人民 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 不受歧视地建立共同市场和经济相处的唯一途径 因此 他们将获得高度的繁荣和幸福